哈喽大家好我是酷子大摩 最近在抖音上学了几句日语 所以我今天准备扮演日本人 用日语和队友交流 看看队友会有什么反应 别看我这样 好歹也是过了日语10集的 为什么没反应 好尴尬 完了队友会不会以为我是神经病 不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人丢了一给我 是个幽蛋 这人居然还打字回我了 他那个日语牛逼的 但是我一点也不慌 回了一句 过去还真是个日本人 我怎么就不信呢 当时我的脑瓜飞速运转 在脑海中疯狂搜索那些 看动漫和小电影学来的单词 终于几出了一句 你好 这句我懂 这句我懂 我懂得分说话吗 迫尴尬 顺手解决一下这个瓜皮 哇他跑这么远干什么 不行作为和平的象征 我必须火速赶往现场 没办法 没办法我就一把喷子 是我菜了 就在这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说好的妹子呢